哈喽,大家好,我是梅雨水,我是天津市南海大学的留学生,那么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外语学习者都认为汉语是一种特别难学的语言,尤其是在联合国教文和组织公布的世界时代难学语言中,汉语迷恋的防守,那么实际上汉语到底有多复杂呢? 今天我会通过外国人学习中国各地方言的挑战来让大家能真正感受到汉语的难度,好,那我们现在马上开始。 诶,同学,你好,你好,你好,请问你们是来自哪里的? 我是成都人,我是天津的。 我想问一下,一提到你们家乡,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熊猫,跑锅,还有帅哥迷运。 橡手,煎饼果子,还有离北京特别近。 这就算特别吗? 那可不,那我这边就准备了一句话,现在请你们两用自己的方言来念出来。 劲儿我就站在这儿,你动我姿子,别看你哥哥,你激了我咬你心吗? 我说出来感觉是有点凶的,但是我觉得主要是天津化的圣调跟我们品质学习的哈语是有点不一样的,但是其他的差别也是不是很大? 劲儿我就站在这儿。 劲儿我就站在这儿,你动我姿子,你动我姿子,别看你哥哥,别看你哥哥。 你激了我咬你心吗? 你激了我咬你心吗? 这张话会怎么说的? 今天我就出的这个,你捧我搞一哈,搞搞搞,搞一只笼包,自摸我的,我就咬你一口。 天啊,你捧我吗? 其实这张话和普通话的声调差别还比较大,而且我们有着本地的那种方言的短语的用法,普通话里面也没有。 今天我就出的这个。 你捧我搞一哈。 你捧我搞一哈。 搞搞搞只笼包,搞搞只笼包。 你毛了我就搞你一口。 你毛了我就搞你一口。 我是来自吉利沿边的。 一提到你们家乡,你首先想到的是,一个是头显族的名字与儿,一个是川白山,还有一个序园。 那美丽的海和我们的景色不让你最爱吃的小事成定。 今天我就跟着站着,动我一个试试。别看你个头高,吉利沿了,我咬你一口。 你说这句话这么开心的吗? 今天我就跟着站着,今天我就跟着站着,你动我一个试试,你动我一个试试。 别看你个头高,别看你个头高,吉利沿了,我就咬你一口。 什么吉利沿? 吉利沿了,我就咬你一口。 哇,好难啊。对,真的,我现在感觉,我连模仿他的翻译也是做不到的。 我们的方言就是,是从古代一起演用起来的,所以中国的那些普通话确实是不太一样。 虽然他很难,很复杂,所以国外的人可能是听不懂的,但是其实你学习一下,把这种试试。 我是河北人,今天我就站在这里,你动我试试,别看你个头高。 你接着我就咬你一口,我们那边其实和胡同话就很像。 我的酒大不相同,今天我就气得过你,你敢动我试试,我要看你站着高,那后来我就咬你一口。 哦,天啊,太难了吧。 今天我就气得过你,今天我就气得过你,你敢动我试试,我要看你站着高,那后来我就咬你一口。 我是山东话,我山东话说,今天我就站在这里,你动我试试,别看你个子高, 你急了我就咬你一口。 今天我就站在这里,你动我试试,别看你个高,一急了我就咬你一口。 那后面呢? 后面就稍微有一点不笑了。 经过今天的挑战,我得出结论,汉语真的很难。但,我大先生,不是吗? 根据中国教育部在2019年发布的中国语言文字概括,汉语发言可以分为十大发言,而每个发言区内还有许多字发言和众多种图语。 虽然我学习汉语已经有几年了,可是这次发言挑战使我更加充分地感受到汉语的多样性和分布性。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新香,也是文化的在地和传播方式。 所以,学习各地方言在有趣的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地区文化。 正在学习汉语的朋友们,不凡也一起来体验一下。